大老鼠便将四个小乌龟当成自己的儿子放在纸盒里养 渐渐的四只乌龟长大了 天天从下水道偷瞄人类世界 梦想有一天能够去人类世界唱版 但它们呢是放大版的乌龟 出去后很有可能被人类解剖做研究 就只能在下水道里玩打水桶的无聊游戏 但就在这时老鼠跌在下水道 捡到一本人类丢弃的忍者秘籍 上面的一招一式都是自杀人的要害招数 于是老鼠跌按照秘籍自学棍法和双截棍 便将五十刀练得出神入坏 成为S级忍者 再交受给四个乌龟仔四种武器绝技 结果他们天赋异禀 短短半年时间便修炼成忍者神龟 然而神龟的天赋异能 被坏人利用抚灭成吃 神龟该如何绝地反击 具体让不愿意带来讲讲 眼前这四个忍者神龟 他们的天赋各有不同 老大是戴的蓝色眼罩 手持两柄五十双刀 头脑冷静 智乎双全 正是我们的神龟领袖 老二戴的红色眼罩 手持两柄短刃双叉 性格易怒 力量强大 这每回行动都是一马当先 也是我们的神龟先锋 老三是戴的紫色眼罩 擅长武器五十棒 精通电脑和发明机械武器 也算是我们神龟团队里的神龟发明家 而这老四戴的黄色眼罩 拿手武器就是双击棍 性格是开朗乐观 幽默搞笑 一看见美女就根本走不动道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龟火宝 而如今的纽约市 这也是被一个邪恶帮派狠狠地迫害 这个帮派名叫大脚帮 他们无恶不作 走私围经药和军火武器 肆意地杀害人命 忍者似神龟手当其冲 化身为的正义使者 在暗眼行侠仗义 大脚帮是损兵折将 不知道这正义使者到底是谁啊 于是大脚帮这天呢 载出地铁站发动了暴暴袭击 把无辜的人类全都抓了起来 小头目刘海女威胁神龟 你们再不出来现身 在场的人类就都得死 只听这话音一落 地铁站迅速陷入一片漆黑 一辆列车哭哭驶来 老大蓝龟忽然现身 把刘海女直接一锤 撞进枪里 接上这四个忍者神龟是全部现身 把大脚帮是挨个水飞啊 刘海女只看到几个两米高的影子 在黑暗中快入闪电 吸入鬼魅 不到十秒呢 这大脚帮全员倒地 四神龟也快速消失 不让任何人看清他们的身影 但是可惜的是啊 一个女记者是目光如钩地盯上了四神龟 她一路跟踪来到了一栋大楼下 女记者是赶紧拉起楼梯 一路小跑来到楼顶 她听到了声音 立刻拿出手机来 拍下了四神龟的身影 四神龟的听力发达 那是瞬间定格的动作 他们悄悄讨论了 大哥 这好像是闪光灯的声音 废话 我知道 问题是 这闪光灯的后面到底是谁啊 于是 这是一条锁链甩出 把女记者直接勾了上来 忽然呢 这其中一个神龟 是直接跳在了女记者跟前 女记者打耳一看呢 一只一米长的脚掌上面 长了两根硕大无比的脚趾 再往上看去 我的妈呀 这怎么有一只 两米高的乌龟啊 女记者是顿时懵逼了 而我们的黄龟呢 正是一个贴心的龟 看着女记者呢 这根本就走不动道 于是 她摘下了眼罩 就是啊 我们不是什么怪物 我们真的就是 呃 放大版的乌龟 这个眼罩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伪装罢了 结果呢 这是张子余说话 直接把女记者 当场吓唤过去 过了几分钟啊 女记者是慢慢醒了过来 终于呢 也算是接受这个事实 红龟是一脸不好惹的 直接删除了 女记者手机里的照片 并且威胁女记者 不准说出他们的存在 否则就傻无赦 然后带着兄弟们 是潇洒离开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这女记者 还是拍下了 他们离开时的背影 四神龟是一路跑酷 一个高空纵身飞跃 扎进了下水道 他们形如泥鳅一般 肆意穿梭 结果呢 这时都想耍帅 直接卡在了家门口 接着啊 他们捏手捏脚地回了家中 突然一束光珠亮起 正是老鼠老爹 发现了他们 老鼠老爹很生气啊 我早就明明禁止过你们 不许离开下水道 于是呢 这时甩起了尾巴 直接教训了一顿 四神龟 不仅如此啊 这老鼠老爹 用出了相当变态的惩罚 让红龟是单脚踩的小花车 手上支的围巾 蓝龟呢 是单脚踩的高桥 单手夹鸡蛋 紫龟啊 是站在了翘翘板上 双手互相打起的乒乓球 而黄龟呢 则是倒立在 只有一个腿的椅子上面 大家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被逼问出了 女记者看到他们的事 老鼠爹是顿时辱令大敌啊 害怕女记者 把四神龟的消息 给泄露出去 于是被命令死神龟 把女记者现在抓回来 我们这紫龟啊 是立马黑了女记者电脑 给女记者传话见了面 于是 女记者戴头套 被直接抓紧了 下水道 没想到 这老鼠爹一见女记者 竟然直接说了一句 哎 好久不见 原来呢 这个女记者 就是当初放生他们的小女孩 也正是他们的救命人 女记者很震惊啊 他看到 这老鼠爹的一双熟眼 跟当年放生时是别无而知 这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而当年发生大火的原因 也正是女记者的父亲 和一个好友博士 为了研究出 能让人体对抗病毒的解药 并给老鼠爹和四神龟 注射了病毒和解药做实验 但是啊 那个博士的内心太黑暗了 他想用病毒迫害人类 再用解药解救人类 以此当人类的救世主 大赚一笔 女记者的父亲不同意 连夜把实验室烧毁 破坏了博士的邪恶计划 而我们这女记者呢 则闯进了实验室 把他们放上到了下水道 接着 这毒药和解药 在他们体内碰撞 促使他们变成了庞然大物 女记者知道的真相 心中顿时就慌了 因为呢 这就在几分钟前 她把四神龟的消息 都告诉了那个博士 如今啊 这博士准备跟大脚帮联合 夺取四神龟体内的变运员 用来执行当年 这没有成功的邪恶计划 就在此刻 这下水道警命大作 大脚帮炸开了墙体 冲进来 打开杀戒 蓝龟手持武士刀 用出了旋转切割术 直接消灭了十个打手 黄龟这边呢 是打的第一只公蝶 突然零空飞起 双腿抗披 外接一招陀螺转 直接干翻了五个打手 可就在这会儿啊 一个机甲战士赫人出现 他正是大脚帮统领 只见统领双臂 亮出了石柄钢刀 老鼠爹是立刻抄起了武士刀 亮出了回声定位的绝技 挡下了统领的攻击招数 统领还是小看老鼠爹了 于是 他立马飞出钢刀 只见老鼠爹灵魂翻转 一个转式回旋 用尾巴 直接抽到了统领机甲 统领顿时发火 起身又飞出六把飞刀 老鼠爹擦身躲过 但是老鼠爹没有热武器 只能不断地消耗体力躲避 所以 统领很快把老鼠爹 甩飞到地 而这黄兰子三个神龟 看到这一幕 都要赶来营救老鼠爹 老鼠爹竟然直接按下一套电闸 把他们关在了电闸后面 而这老鼠爹呢 则被统领彻底干分 三个神龟怒不可恶 强行拉起电闸 结果呢 这也是被大脚帮的打手 直接电机抓住 接着 这倒霉的三个神龟 被抓到了博士的研究所 用来提取身体里的便宜员 统领则来到了一处高楼天台 准备释放 早就藏在天台巨大的毒气 到时 这人们一中毒 博士以高价售卖解药 就能大赚一笔 名正言顺的 成为纽约真正的救命神仙 但是啊 这邪恶终究战胜不了阵 四神龟中的红龟 是侥幸逃脱的抓捕 女记者便联合同事 开车带着红龟 直接闯进了研究所 大开杀戒 而红龟的兄弟们 被关在玻璃箱中 这红龟怎么都撞不开玻璃 这时啊 一旁的子龟是告诉女记者 我们需要肾上腺素 就在旁边那里 于是呢 这女记者把肾上腺素的药剂值 直接开得最大 只见三个神龟是顿时力量暴涨 拽了手铐 重步地不回乡 这下 我们四神龟兄弟 也算终于喝了铁 他们是立刻赶往了高楼踏顶 而女记者则带着男记者 去夺取博士手里的变缘 只见男记者声东击西 吸引博士注意 女记者呢 则趁机打开了研究室的灭壶装置 接着 这男记者抄起了一家研究设备 趁机达到了博士 这才让女记者成功拿到了贬义员 而我们可爱的神龟兄弟这边呢 乘坐电梯是去往高楼 他们知道 接下来将是一场生死决战 黄龟呢 是紧张在电梯里面敲起协奏 打起了B box 为兄弟们加油打气 几秒之后啊 这电梯门一开 四神龟的音乐之旅 也是假人而止 只见其中三个神龟呢 正是大喝一声 拿命来 小贼 于是便立刻冲向统领 只见统领直接飞起 凌空踹爬了三个神龟 蓝龟是顿时一愣 哎呦 你们这口号就喊着这样 他立刻抽出了双刀 驾入战斗 也直接被统领 放成飞 蓝龟赶紧拽入了窗户边缘 结果啊 这破碎的建筑掉了下去 砸到了马路上的轿车 警察也立刻赶到现场 维护人们的安全 此刻呢 这四神龟也终于认清了 他们不能分开战斗 他们要合资为一 拧成一股力量 于是啊 这四神龟是再现了大水桶游戏 蓝龟首当其中 转体三百六 一招破越凌空斩 直接摧毁了统领的钢道武器 接着 这黄龟转体三百六 踏蓝龟龟壳飞起 把一米长大脚丫 踹在了统领脸上 而第三身位的紫龟 一跃三米多高 挥舞手中的五十棍 重击统领双腿 到了最后 我们红龟压轴 一招零波龟步 踩了三个好兄弟龟壳 飞到了五米高空 一脚踹飞统领 并且说出了胜利口号 此刻 这毒气倒计时 马上就要结束 紫龟精通电脑 立刻发起了 阻止毒气散发的命令 可就在这会儿呢 统领竟然爬了上来 标出了九把飞刀 把巨塔的支术部分 瞬间切断 巨塔当场倾斜 四神龟直接化身为了支柱 强行撑起了巨塔 因为啊 这一旦巨塔倒地 毒气就会泄露出来 统领趁这个机会 朝四神龟再次发起攻击 眼看四神龟就要支撑不住了 女记者大喝一声 终于拿出了变异员 统领冲过去 一把枪走了变异员 巨塔也在这时倒塌 女记者转入了空中 但在关键时刻 被挂在了巨塔之上 四神龟潜去营救 统领小人出击 飞出一把钢刀 女记者为了躲避 直接松手掉了下去 四神龟立刻搭起了身体 把女记者紧紧地抓在手里 这时统领是再次飞出了把钢刀 结果被黄龟反弹 扎进了自己的胸腔里 直接掉下了万丈高空 狠狠地摔进地面 统领彻底被打败了 而那个变异员 也摔成稀巴烂 流进了下水道里 四神龟便用变异员 救活了老鼠老爹 此刻 趁老鼠老爹终于想通了 一辈子躲藏在下水道 也无法阻止坏人上门 不如让四神龟去行下正义 做真正的正义使者 本篇 到此结束 本篇叫忍者神龟 变种时代 本期问题 你最喜欢四个乌龟中的哪一个 喜欢蓝龟的 扣三个一 喜欢红龟的 扣三个二 喜欢四龟的 扣三个三 喜欢黄龟的 扣三个四 忍者神龟呢 是伯乐学生时代 最喜欢看的影片 尤其喜欢他们 在城市里产间除恶 来无影去无踪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熊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